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美國就將11個包括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官員 納入了這個制裁名單之後 大家就在等待制裁的效果是怎樣呢 有什麼後續的發展呢 結果後續換來《蘋果日報》、黎智英等等 包括周庭在內的10個人 被控以違反國安法的罪名 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報復行動呢 警方說不是 坊間有很多人認為是 這個就是大家自己去 想大家自己去判斷 看到很多後續的行動出來了 彭博有個報導 那個報導呢就是我都講過了 究竟 銀行可以怎樣去將對待 被制裁的 特別是香港官員呢 他的戶口可以怎樣處理呢 彭博的報導呢就說 在香港營運的銀行加強對客戶的審查 引述消息就說 香港有兩家銀行 一家就是渣打 一家就是花旗 正採取措施暫停與一些 受制裁的官員有關的帳戶 究竟 在這兩家 暫停是哪個暫停呢 那七個 香港官員在這兩家銀行的戶口都要暫停呢 當然如果你問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一定不會回答你的 因為以個人的私隱為理 一定不會回答的 彭博這個消息呢 引述 說是來自渣打和花旗的消息 那麼就 運喻業樓啦唯有 那些本地的傳媒 銀行不出奇啦 相信被制裁的官員呢自己都心中有掃的啦 他說呢即使是美國公佈制裁之前 處理的那些叫做P.E.P 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 即是說那些 暴了綱的政治人物啦 知名到很高的政治人物呢 戶口都很審慎啦 陳智思的戶口 被美國的一家銀行都踢了出來啦 刪除了啦是不是 他說呢 他就跟著這麼說啦 這個都很有趣 會不會怕被波及啊 葉劉 他的回應就說 我是行會的成員而已 我是兼職顧問來的 我說尊貴的 行會成員是 兼職顧問 那實際是兼職 不過 兼職顧問好像一個閒職 但好像是內閣成員之一來的 我又不是官員啦 和官員的職責是沒得比的 問湯家驊行會 我去美國沒有資產 他在香港就要根據香港的法律辦事 客戶是銀行的債主來的 客戶存錢等同借錢給銀行 銀行不按照客戶的要求 還錢是違反香港法例的 說什麼 我不跟你做生意 我還錢給你 那不行 怎麼違反香港法例呢 真是違反香港法例 其實 是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我在這裡也說過不止一次 如果銀行 聽美國佬之笛 不跟這11個或者7個香港的官員 加上那4個京官 做生意 要刪除他在香港銀行的戶口 等同勾結外國勢力 是違反國安法的 我說他們陷入兩難 但現在陷入兩難 那個結果就是 告訴大家 他衡量過之後 兩害雙行 取其輕 他不想得罪美國佬 不想他的美元交易 被取消 不想他罰 多少億的 錢 他寧願就 看看你特區政府怎麼反應 特區政府會不會因為 他踢這班七個港官走 取消他的戶口 可能都沒有七個那麼多 可能他們 放在中資 就會 動用國安法去控告這些銀行 等他在香港 連這個 所有的財產都被凍結 就倒一波 特區政府會不會這樣做 這一波 對香港金融中心的衝擊 就會很大 另一個後續的發展就是 鄭若驊 鄭若驊也是借場名單裏面 大家都知道他老公潘樂圖 有一間叫安樂工程公司 就說鄭若驊和潘樂圖共同擁有安樂工程63%的股權 當鄭若驊被制裁的時候 傳了消息就說潘樂圖 是買了一間 美國電梯公司的股份 是超過50% 取得絕對的控股權 究竟 會不會影響這個股份 這次這個買賣呢 安樂工程公司在前天發布公佈 鄭若驊在股份裏面沒有任何權利 所以制裁就不適合這個集團 不適合這個集團 發表了這樣的公佈 不適合這個集團 所以 沒有關係 不用怕 為國家做事當然不用怕 誰知道事假一日 事假一日 馬上有不同的反應 昨天有個消息 就說 潘樂圖旗下的安樂工程 這是上市公司 最新公佈 賣了這間美國電梯公司 在紐約註冊的這間公司 2%的股份 本來他持有這間公司 51% 跟他老婆在一起 就是這樣的 安樂工程 就持有 這個 紐約電梯公司 51% 而 鄭若驊 跟他老公 共同持有 安樂工程是63% 即是這樣的 遲來遲去 現在賣了2% 擁有這間美國電梯公司的股份 由51%降到49% 交易的代價是140萬美金 賣了給一個 美國公民 網絡工程公司就說 基於美國法律顧問的意見 公司已經重新評估 美國的監管 經營 和業務環境 並以與目標公司的董事會決定 鑑於中美緊張局勢和最新的發展 給 這個目標公司的當地管理層增加在目標公司的股權 符合目標公司的最佳利益 OK 你說他怕不怕當然怕 他降到49% 由51%降到49% 其實 在這個制裁的內容裡面就說 他不是 控股 不是絕對的控股公司 一個股東 可能影響 不會出現 不會有 會 受到豁免 我想這個就是問了美國的這個法律顧問 最後他決定 行不行我在這裏 沒得說因為我不懂的這些東西 我只是 告訴大家事實 但關鍵就是是不是不怕呢 其實就是怕 所以要賣那2%出來 你想 其實全面控制這間公司 變成 只有49% 本來是一個最大的股東 而且是 單一最大股東是絕對控制這間公司的股權 很重要的 這間公司整個發展、收購、合併、賣法、賺錢 等等 他是有絕對的橫視權 突然跌回到49% 我不知道其他 股東可能仍然是最大股東來也不一定 但他已經不是絕對控股 控股權 會不會 這間公司的生意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即是說 反映到 他是擔心 不是不擔心 即是由 這個 香港的銀行 或者美資的銀行 去踢走 一些 本地受制裁港官 的戶口 然後 鄭洋華 和他老公要賣了 這間美國斷低公司的2%股份 說明那個制裁 陸陸陸陸陸 是看到下降 這個是很重要 那麼 有關於 《蘋果日報》 手法 很明顯是打壓傳媒 成為國際一個很轟動的新聞之後 美國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反應呢 會在 其他 人上面或者 一些政策上面有進一步反應呢 我們要看著事態的發展 不過昨天那個做法其實真的是 相當醜陋 我看其他的媒體的報導 包括這個外國媒體的報導 都說那種醜陋的情況 為什麼醜陋呢 我 先說 昨天那個採訪經過 有很多的 媒體都有報導 我細緻去觀察發覺到 是離譜得不得了 為什麼呢 一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媒體蜂擁而至 蘋果 這個 將軍澳 編採報加上廠房 大樓外面 如果大家去過就知道 他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當然有很多採訪車 有些要出報紙的時候的貨車等等 很大的停車場 拍了很多部車 正門進去 有一個 正門在 接著是玻璃門推進去 他切到一個封鎖線 警察處一個封火線 在一個 蔡庵區 在大閘外面已經切了封鎖線 封鎖線 即是說 在封鎖線外 在封鎖線外 有些記者想進去就要得到批准 他昨天就批准了 15間傳媒進去 進去封鎖線內 我已經解釋什麼叫封鎖線內 有什麼這麼厲害 然後封鎖線外距離大概100米 就有另一些 不被批准的傳媒 站在那裏 很遠的影都拍不到 OK 包括什麼呢 開始的時候就包括香港電台 包括很多網媒 例如《立場新聞》 《眾新聞》 《端》還有一些外國的記者 100米以外 很遠的 這15個傳媒是怎樣選擇的呢 據 在現場穿藍色衣服的傳媒聯絡人 就說 他們要選擇一些知名度高 有規模的 在過往的採訪裏面 沒有對警察造成什麼衝擊等等 才讓他進去 大家一頭冒出你說什麼 什麼衝擊 我昨天也說 其實不是 原來鄧炳強昨天接受01的訪問 他說這個新安排 我以為這個警察這個女警亂說 原來不是 是有指示的 是根據鄧炳強的指示 可信的傳媒 那個叫做可信的傳媒 他說我們給可信的傳媒進去封鎖線內採訪 這是一個新的安排 其實 對這些傳媒來說是有好處的 為什麼 是多一點好處 因為以往 一有封鎖線 不好意思 所有的傳媒一時同仁 都不讓人進來採訪 現在就不同了 你可信 所以有封鎖線我就讓你進來 但是 你要可信才行 我選過你 一開始的時候香港電台都不可信 當然不可信 香港電台怎麼會可信 大家都不說自明 Anyway 好了 我昨天看 這15間傳媒進了封鎖線 比以前好 之前一間都沒有 他這麼說的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 郭家泉 折到頭很漂亮的出來見記者 跟李桂華在 他說這個做法的目的 絕對是想增加透明度 便利傳媒 很遺憾 今天個別傳媒機構出來說好像第三世界 坦白說 我們是法治社會 昨天 做搜查的時候 有人做直播 我們全程都在法理基礎下 拿手令來搜查 絕對想增加透明度 便利傳媒 以前一間都沒有 現在 特別這個做法 我聽完之後真是火都來了 你知不知道封鎖線內採訪是什麼 不是就是在蘋果日報的玻璃門外面的停車場的位置 在蘋果日報 在那裏 對著記者說話 那叫封鎖線內採訪 不是蘋果日報大樓被人搜的地方 被人搜的地方是沒有記者採訪的 是蘋果自己在做Live 那叫封鎖線內採訪 你真是吹他不掌 蘋果日報裏面 是蘋果日報的記者 緊守自己的崗位 即使 攔帶不讓他在那裏 他每人都 在那裏未被趕走之前 都拿著手機 拍著 整個搜查的過程 對話的過程 怎樣粗暴地 推總編輯 總編輯說要在那裏看著 那個警察大大聲說 你繼續這樣做我就告你坐差盤 總編輯在那裏看著被搜查都不行 趕走這些東西離開他的座位 在這個過程裏面 究竟看了些什麼拿了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正如很多法律界人士大律師說 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 我看著你去搜查 你搜查的時候 我的人在這裏跟不在這裏沒有什麼分別 我不會妨礙你 最大的分別就是 當你做到一些非法事 我怎知道你拿了什麼走 又或者放了什麼下去 大律師說 是確保 對雙方都有好處 確保 不會出現爭拗 這些東西是在那裏拿出來的 放了下去 你做了一個登記 我怎知道那些東西是不是 在蘋果日報裏面 拿走 還是警察放進去然後拿走 即是有沒有插裝嫁禍的情況 大律師說 如果這樣做的話 拿了那些東西 也拿了電腦、自伏器等等 拿了那些東西 是不是 違反他的搜查令 甚至有機會插裝嫁禍 是否非法得取回來的 那些證供 是否無效證供 這些全部都可以打 當然你不是在國安法 打什麼 打條命嗎 我覺得 一日有 法律上可以爭拗的 就要爭拗到底 但是這個過程裏 趕記者走 不讓記者在裏面 評判日報記者 去 現場 目擊著他 這個搜查過程 絕對是不能接受 即是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插裝嫁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 搜查令 講到明是不可以搜查 新聞材料 見到他搜查新聞材料 現場的記者編輯就看著他 不准這樣做 他都 暫時沒有做但轉頭又再揭 對這個國安處的總警司 我解釋 他就說 他們是scanning 用眼睛去scan 一揭一揭 看一看那些是什麼 發覺沒有可以放下 那個不是搜查 也不是去 檢查到什麼 是看一看 如果是新聞材料 對不起 這個不是看一看的問題 如果你的搜查令 是說明是不可以搜查 新聞材料 你摸都不行 碰不得 揭不得 看都不行 是違反搜查令 是非法的 我裡面有些 可能是很敏感的 我是不會給你 不應該給警察 給外面的人知道 那些什麼敏感的東西 所有採訪材料都是敏感的東西 你不要理我什麼 包括 我和我的 所謂善人 或者消息提供的人 現在這麼多消息人士說 寫下了在這裡給你看到 有些看一看就知道 這些是 違反法律的行為 違反搜查令的行為 只是這件事 那麼多 什麼採訪區 什麼可以讓你入封鎖線 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目的是用來分化傳媒 我可以入封鎖線 你也沒有 其實你什麼可信 就是聽完傳媒 令到傳媒分化 我覺得這次也不會怎麼分化 遲些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一向都有做分化的事 例如Friendly Press 建制的媒體 你見到很多 為什麼得到那麼多獨家消息 是不是 傳媒之間有競爭的 大家最重要是有競爭獨家消息 即是你跟那些消息人士 靈通消息 不是靈不靈通 你以為天生出來靈通嗎 你跟他建立關係 友好 大家互相 你給我給你 然後才會變成 你的消息人士 尤其是跟政府的關係 你跟他惡劣 當然是給不了料理 要靠吹哨姐 如果不是 我們叫Spoonfit 我們的行家裏面叫衛料 召你上去 特首召你上去 或者一些局長召你上去 給你一單好料理 你跟我這樣報 很多媒體都是甘心情願做 跟Friend 一向都是分化 但你分化之餘 你是 真的報導真確的消息 還是 做傳聲筒 給他吹風 然後試水溫 大家 那條界線怎麼走 怎麼守 是很重要 你守得穩不穩 如果不肯就隨時 變成入幕之賓 就跟他在這裡 吹 現在很多建制的傳媒就是在那裡吹 出來像水溫 甘心情願這樣做 分化一向都存在 但這種可信傳媒的方式 水平很低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大家同籌的概念 這樣就被你收到嗎 以後怎樣我不知道 我只是這樣醜陋地 去 大軍壓警 去守一個傳媒機構 做到那麼多的小動作 已經覺得被人看得到這個圖畫 極度惡劣 傳到國際 你說 香港 民主又沒有了 法治急急可危 自由又被打壓 現在報紙都被守 很有象徵意義的 這個影響 是一直這樣下去 是無可還會的 暫時經歷到這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深澤口快的channel 買我本書頭條 這個本色 好嗎 我 記得他說星期三星期四就會翻書 應該可能會在 這個書局都會看到 好嗎 多謝大家 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 可能你會問 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 保障你的私隱 我都是NOT VPN的用戶之一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六十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美洲 歐洲 亞洲 甚至非洲都有 而且你是這個 NOT VPN的訂戶的話 你可以 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起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一家大小 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 那你就按一條連結 底下這條連結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節的月費優惠 3.49美元一個月 頭一個月 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用